湄公河上的人工奇迹 全球最长竹桥 为何每年建每年拆 欲水大桥逢山开路 运用基建狂魔生号的中国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你应该听过创下世界之最的 躺尖石拱桥 赵州桥 也应该知道堪称世界奇迹的 港珠澳跨海大桥 那你可曾了解湄公河上 架着的世界最长的竹桥呢 这可不是一座 用什么高科技建造的桥 而是一座手工桥 但这个桥有个奇怪的现象 每年都要建了又拆 拆了又建 每年却只能存活几个月的时间 为何费时又费力 重复拆建 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这座手工桥有奇特之处 竹子桥横跨在柬埔寨湄公河上 位于柬埔寨东部 榜刊市 它连接着榜刊镇的河一座小道 全长105米 是世界上最长的竹子桥 它最奇特的是所用的材料 是柬埔寨最不缺竹子又便宜 居民使用5万多根竹子搭建而成 单单看着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长的桥都是靠如此手工完成的 太不可思议了 除了长之外 还有一个奇特之处 这个桥每天可以收200万的过路费 因为建设这么长的桥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为了缓解成本压力 所以在桥上放置了一个收纳箱 收纳箱处于无人看广的状态 但当地人都很自觉地交钱 只要过桥就必须缴纳咕噜费 4000瑞尔 十颗城人民币大约是6元 每天收到20万 这人流量可见有多大 学生和僧人可以享受免费的待遇 这座桥是通往小岛的唯一处理 不能只靠小船晃悠 可谓是给当地人提供了大大的便利 第一眼看到这个竹四桥 很多人会担心 这个桥结实吗 不会掉下去吧 这大可不必担心 这个桥没有我们想象的弱小 不仅人 自行车 摩托车可以通过 就连小汽车也能来去自如 所以大可以放心大胆地过河 只要你不主动往下跳 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既然竹四桥够坚固 那么为何每年都要拆建呢 每年的9月 人们会把它拆除 第二年的3月 人们又会重新的建立 一年能使用桥的时间只有6个月 之所以这样不怕麻烦的拆建 是为了安全着想 湄公河的迅机 都是长达几个月 水流量很大 导致了冲击力很强 每天都是人流量爆满 竹四桥利用率和安全性会大打折扣 根本受不住汛漆水的折腾 为了避免被无情的水冲毁 只能选择将它拆除 蓝颜等汛漆一过 再建造 虽然说这个工程很麻烦 工作量也很大 但为了方便出行 当地人也很乐意 反复拆建 毕竟竹四桥生产快 造价也不高 还便于建造和拆除 如今 手工竹四桥 已经成为了吸引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很多人都想尝试过竹四桥的感觉 这座凝聚人类智慧结晶的手工桥 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对当地人来说是意义非凡 解决了两岸出行的问题 它已经存在很长的历史 希望它能一直地延迟下去 对于大猛蛇般的手工桥 你们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